都有 哈哈哈哈 總聖英早安 這是昨天的會議紀錄 麻煩你顧目 哇 你好認真阿 不敢當 我們那個企劃部部 妳的位置已經空很久 我看遲早就是妳的啦 沒有 這是我份內的工作啦 快 別這麼說 那在此之前要跟妳提醒一下 是 我們除了工作要磨合之餘 我們的感情也需要磨合 必須要增溫 就是再親密一點 您的意思是... 沈心裡 走... 總裁報還中... 上個禮拜招標 我太緊張了 沒事... 上個禮拜招標那個報告 我想要看一下 這個是啊 你幹嘛那麼客氣呢 你要看報告就交代我一聲 我就拿去給你看 那幹嘛要走過來 趕快弄個黑咖啡給總裁喝 不用了... 我只是來看個報告 不用麻煩連秘書 總裁他這麼深焦肉桂 怎麼會稀罕我做的連架咖啡呢 我看還是算了吧 連秘書你不要講那麼不禮貌的話 對不對 說對不起 寶貝 你泡了咖啡就在家石黑糖 寶貝 寶貝 丟起什麼問題 沒事 妳叫他寶貝 該不會妳就是傳說中總裁的女友吧 總經理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關於你說 感情需要尊位的事情 我錯過什麼 Don't say that... Don't say... What that... Don't say what Don't say... 不要亂推 那我推妳出去 我推太太陽 不是 掌聲歡迎 酸甜之味來了 謝謝 鳳姐 鳳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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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舒昂還有雨姊 酸甜之味 這個戲跟剛剛是有 劇情上面是有連結的嗎 有嗎 是職場的戲嗎 是家庭的戲 對 但職場也有一大部分 你們的關係就是這種曖昧的 在戲裡面 我們關係其實是青梅族 對 但是我們沒有在一起 對 就是娃娃親那種 有... 娃娃親 生甜之味 對 就我跟玉琳哥現在 類似有這種娃娃親就是 是這樣 對 從小 我們的老婆各自懷孕的時候 我們就子父為婚了 對 不是這種嗎 不是這種 或者現代童養席 不是這種 有點類似 是嗎 因為我是他們家的鄰居 所以從小 對 就是都很親近 對 所以它其實裡面 有老中青三代的感覺 對... 現在這種家庭劇最好看 對啊 我自己喜歡看這種 已經很少有這種 好的戲劇作品 對啊 很難得 所以這個上映時間 沒有 3月18日起 晚上10點是在TVBS的 3月18 是的... 不就是這一個禮拜嗎 真的 我太太生日了 3月18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那也不能這樣 我不是剛剛好想起 怎麼會有這種巧合 對啊 所以18是首播 也是首播 所以它是 它是每天都播的還是 我們是首播劇 週末播 對... 非常期待 因為我們TVBS一直以來 戲劇像這幾年都是戲劇 對 像大家記得16個夏天 16個夏天 我們那邊編劇寫的 16夏天的編劇 編劇 真的嗎 對... 那非常期待 這個是非常值得期待 因為賀陽大哥 對 他這次不演賭徒了 不是 他也不是演賭徒 他也沒有永遠在演賭徒 對 本色演出 對 還有柯淑晴 淑晴姐 我也跟他演過 6月是姊姊 6月 對 這卡是不是很棒 很多那種真的就是 映李子的演技派的 是喔 3月18號開始 對 今天要幫我們聊一聊 上班職場的事情OK嗎 OK啊 你有工作經驗嗎 有 拍片照 拍片 娛樂工作之前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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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也沒有 那你在當演員之前 你是在幹嘛 讀書 讀書之前在幹嘛 讀書之前在幹嘛 所以你們兩個在 在我媽肚子 你不用真的回答他 我不用理他 戲裡面也不是 不是不要理我 所以這部戲3月18號 一定要準時收看 謝謝 歡迎兩位來 謝謝 謝謝大家 來...先入座 好的... 謝謝 對 因為電視劇 對我們來講是 也算是精神良質 對 對不對 沒有他活不下去 老師其實就是戲迷 我是 而且在 老師說其實每個地方 我覺得什麼 少女啦 女人啦 女孩 女人 婆婆 媽媽 姐姐 妹妹 妳講的是三寶嗎 三寶 馬路三寶 馬路三寶 對不對 對 所以老師其實 每天晚上行程 一定會留給電視劇 一定 我睡覺前我的精神糧食 以前我都是讀英文小說 但近幾年來 完全荒廢 我都在看劇 對 這個因為就是一種心靈寄討 老實說 它也是一個社交 很重要的話題 對 如果你不看 你怎麼跟其他人交朋友 尤其在上班族 如果你沒有共同話題的話 你很容易被排擠 男生冷場的時候 可能就聊車 或球賽 或球賽 對 球賽 女生冷場就聊距 一下子就拉進距離了 對不對 開槓 男生可聊的也不是只有車 他剛剛就教我一句俚語 對 播到什麼 算了 對 他教我一個專有名詞 對 你跟待會兒是麻辣燙的時候 分享一下 OK... 好 今天有來賓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好 首先我們來歡迎 擁有製作人跟演員 雙重身分的玉琳哥 是的 演戲的是瘋子 看戲的傻子 但是沒有這些瘋子傻子 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呢 歡迎 好 好 請想歡迎 超級愛追劇的劉宇蓉 嗨 這次今天是在人生上 這次事實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編劇們 你們可不可以換換一個題材啊 對 劉宇蓉 好 歡迎 中日韓台戲劇 一副都不錯過的蔡穎傑 沒有 天天我會死掉 可是製作戲劇的你們 可不可以把我的眼淚還給我 謝謝 好 來 我們看看電視界的老梗是 女大男小孽心姐弟列 這幾年非常流行的 非常流行 因為像這種劇情真的還滿特別的 我曾經自己就看過 就是一個大概30多歲的 已婚太太 然後就是在路上 然後遇到一隻狗 然後後來為了要把那隻狗 送回原來的主人 然後進去了一間咖啡廳 然後後來就是跟這個 20多歲的咖啡廳老闆戀愛 我知道 在聊天的過程之中 嚇我一跳 我以為妳要講A片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講中妳知道 就是講會那種少婦 剪刀狗 然後那個荒涵的燈光 沒有啦... 我跟你講有時候這兩者 有時候就一線之間而已 這只差別有沒有再深入去 拍攝那個場面 好像劇 老闆其實都一樣 好像劇 純愛的... 純愛的... 人跟A就是一線之間 對 要批他用什麼聲音 尤其傻眼 怎麼講這個 妳不覺得嗎 沒有 我只是覺得妳始終如一 我們第一次在這邊演戲的時候 我就被妳振折到我了 沒有 沒有 跟小夥子在一起 對 然後兩個就是還搞 就是私奔 對 外型 然後又私奔 你想想的是劇的 是劇的內容 都很有名 很有名 對啊 超好看的這一齣 不是 好可愛 親愛的 好 玉琳哥呢 這個戲劇這麼愛用 姐弟戀的題材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姐弟戀在現實生活當中 成功率不高 成功率不高 把它變成戲劇的時候 大家的關注才會多 是 你看我們演藝圈 其實還滿多姐弟戀的 可是真正認真想起來說 好像比較婚姻幸福的案例 周友跟那個 那個 李李太久以前了 對 還有那個 小莉跟 莉莉跟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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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算演藝圈 我講演藝圈 好 演藝圈 好 演藝圈 曹麒太跟夏琳哥 對 就是這種成功案例不多 因為一般來講 女大男小 通常會發生一個狀況就是說 那個男生後來慢慢就 也長大了 翅膀就硬了對不對 翅膀硬了之後 開始嫌說 這個姐姐年華老去 男人不管幾百歲 是不是他就會去找人 誰跟你講的 一般啦 一般都是這樣 好 那如果在戲劇當中 有這樣的故事 然後從一而終的話 那這樣的故事 一定非常的感人 我看過一部 其實還滿感人的 那個男生也是弟弟型的 然後有一天那個 因為他的爸媽都移民去美國 家裡面就剩他 然後家裡面來了一個家政婦 那個清潔的大嫂 然後 什麼 什麼 這樣你的事情 演藝圈的巨大 我講的是真的啦 你講的是黑的還是白的 我講真的啦 他不會念父 他會家政娘 對... 家政娘 家政父 你有研究... 就是台灣的打掃阿姨 打掃阿姨 打掃阿姨 我就幫她擦窗戶 然後幫她摺衣服 那本來日子也就這樣子 很平穩的就這樣過了 日式的 對 那直到有一天呢 你看的是日劇嗎 我看的是日劇 你看的是日劇 日劇 對 他看的是日劇 他那個片名也很獨特 因為那個家政婦很用心 如果用抹布擦 他也會拿水這樣子弄一弄 所以他那個片名叫做 家政婦也噴水 所以 很正面的一部 偶像劇 真的啦 家政婦也噴水 到底是哪裡不對 他幫他們打掃庭院的時候 很認真 好 那邊... 他很認真的 在那邊焦花... 有啦 好 這個弟弟呢 在這個家政婦的身上 找到了 溫暖 找到了溫暖 找到了媽媽的感覺 必須講 他從小跟媽媽的感情 比較疏離 對 因為前半端的劇情我們講 因為媽媽跟爸爸 那個婚姻的過程當中 也有外遇啊 劈腿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對媽媽始終不諒解 那今天遇到一個家政婦 對他這樣的一種存愛 他年紀大概差多少 你說那個... 那個弟弟 按照劇中來講 應該是差不多22歲左右 那個家政婦差不多58 我光講Andy Nightmare 你就知道我講的是真偶像劇 Andy Nightmare 然後就是說因為所有人都反對 所以這個家政婦他自己也想說 應該是不是要退出 因為不被祝福 好啦 他就決定說 我今天幫他們打掃這個庭面 這是我的最後一天了 所以他一如往常 趕在水龍頭 然後水管上噴的時候 陽光射進來 透過水龍頭噴出的這個水花 形成了一道彩虹 他看到彩虹 他告訴自己 看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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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了希望 看到彩虹 他看到了希望 所以給他一個 跟這個弟弟繼續下去的 這樣一個決心 這個時候 弟弟就從後面環抱住他 對 然後再整個把新娘抱 然後走向由那片水花 所以他所形成的彩虹墓 就走向了彩虹 對 這是結尾 這是結尾 很好啊 對啊 這是彩虹頻道 對啊 你們時間 對 我們一直沒有往那邊 妳一直往那邊想 對啊 對 雨嬉說說妳看什麼劇 其實接在玉琳哥之後 我有點不想講了 因為我 張力不夠 不是 是因為我就演過這種 真的假嗎 就說有 真的會有這種事情 哪種 姐弟的 姐弟戀 對 是上一步 就是三田職位裡面 三田職位就是姐弟 是的 你跟舒豪 不是 他跟黃遠 我跟他的弟弟 你們兩個之間有什麼關聯嗎 我跟雨嬉嗎 你就是從小的金美竹嗎 對 我們是同學 然後結果我弟弟跟他在一起 你弟弟跟他是姐弟戀 對 大概年齡在 差了7歲 7歲還好 對 但是他還是大學生 但是我的角色已經是 30歲的社會人士 主管 對... 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嗎 妳會接受7歲 妳會喜歡比妳小的男生嗎 小7歲的可以嗎 7歲好像有點多 可是我覺得也很看狀況 對啊 剛剛那個小3幾歲的這種可以嗎 30幾歲太多了吧 我覺得我自己會害怕 所以我跟你講 不要說小7歲小3歲都不行 因為一般 童年齡的男女 就都女生比男生還要成熟一點 對 那如果你還比男生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男生 一開始你會覺得說 不錯 滿有趣的 久不久 你會覺得他好幼稚 然後很不成熟 然後處理事情的態度啊 方法跟你都截然不同 對 我想這經理不太習慣了 是不是換一個人 換一個人是不是 你講文家這部分 你憑什麼開導別人 你憑什麼 好 第二種是什麼呢 老婆太能幹 老公出軌 這裡是常有的梗對不對 Evonne說說 我就是有看過一個 超熱心的一個偶像劇 就是她有一對很 感情很好的一個鬼迷 然後那個A女生呢 她是 她長得很漂亮 可是她是一個她脾氣不好 然後事業心非常強的 一個女強人 然後這個B女生呢 她雖然長得她不亮眼 可是她卻很 就是A女生沒有的溫柔 然後但是那女生的來了 他們兩個同時 喜歡上了一個男生 老梗 老梗 真的 那個B女生 因為愛與想說 因為是閨蜜的關係 所以她就決定讓出來 對 然後後來 但是這個A女生 因為她實在是太強勢了 脾氣又不好 所以常常會數落她男朋友 就是說你這小白臉 這沒能力的什麼的 然後 對 然後久而久之 就是這個男生 她就覺得她自尊心很瘦闖 就是她常常會找這個B女生訴苦 因為她很溫柔 然後後來久而久之 最後她們就在一起了 就是彈出感情 第三種是什麼呢 彼此相愛卻一方死去 我這樣就走到這個一定故事 應該是經典的 世上藍色生死戀王 對 那個應該是 把所有的擊潰了 鼻祖吧 就是相愛不能相守的鼻祖 對 欣宇說說 我那時候看那個故事是 當初中國的抗日戰爭 它的背景 然後一直到國共內戰 然後有一個帥氣瀟灑的空軍 哪一出啊 對 我很喜歡看錄劇 一把心 一把心 就是帥氣的那個空軍飛官 喜歡上的一個女學生 對 然後她原本在追她的時候 都非常浪漫 就是比如說會開著飛機 從她的教室上面飛過去 然後就那陣子 都覺得軍人特別帥 然後後來 沒想到現在對不對 對 超怕 對 然後女學生本來一直抗拒 然後後來終於接受了她 但是沒想到她們兩個結婚沒多久 這個空軍飛官就壯烈犧牲了 很揪心啊 看那個一直哭 我就聽說是悲劇不敢看 那個戲 聽說演得很棒對不對 曹導 那個是所有演員 你知道沒有片酬都要爭相去演的 對 那一種戲就是這樣 是不是 曹導是有這種魔力 對 一把親 你講曹導是曹西平 曹導 曹導 那妳要講出來 可是我看了一個劇 它也是超好看的 它那個劇 它的男女主角都超帥超美 然後那個時候是美劇 然後有 那個故事的主要說的就是 每一集共通點是 這個女主角她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 然後她會去幫那個世界的人 做一些事情 然後讓她可以超讀 然後每一集 美劇還超讀 美劇 對 然後就是讓她就是 美劇超讀 讓她 洋人也搞超讀 可以啦 讓她 讓她 對 安息 然後每一集 每一集的重點故事結尾 把她算 把她算 他們有的人 還會犯法會也會 好 然後反正每一集故事的結局 就是會超讀那些東西 讓他們安息 可是 因為男女主角都太帥 而且他們感情超級好 所以每一集都會很期待 他們又發生什麼新的火花 結果 這個我還沒講 這個男主角的工作是 那個消防員 然後這個 因為她老婆又是看得到 那個靈異的情形 鷹鷹眼 對 然後但他們感情超級好 然後有一天 就是在她老婆的這個中古店 附近就有火災 然後她也知道她老公要去救火 結果她就很慌張 因為老公去救火 然後她到了現場 就那個火灭 已經差不多要被撲滅了 結果她就看到她老公 從火場裡面走出來 可是當下她知道她老公 天啊 黑人跟張書豪公然調情 叫范范情何以堪 這個褲子 我覺得 等一會兒妳上鏡頭 要褲子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可以吧 用錢嗎 快 要下親了 我想說 在這個地方 好棒喔 好棒喔 她到了現場 所以那個火灭 已經差不多要被撲滅了 結果她就看到她老公 從火場裡面走出來 可是當下她知道她老公已經死了 天啊 她是看到她老公的命魂 因為她有陰陽眼 對 所以她有辦法分辨那個是一個火 不是她老公死了 這個編劇寫得很美 美劇也來搞陰陽眼 很好看 有啊 那個低頭感生死戀 也是陰陽的啊 對啊 對啊 其實真正最好的結局 我反而喜歡那種 男女主角後來都死掉了 然後後來就埋起來對不對 後來變成兩隻蝴蝶 飛出來這樣子 兩隻蝴蝶 對啊 妳不覺得很好嗎 這是經典的 對啊 妳不覺得很好嗎 這是經典的 你想想看妳們兩個 如果這樣往到後來 變成兩隻蝴蝶 雙樹雙飛 對啊 對啊 好浪漫 對不對 那我講一個我最近看的 她連泰劇都看的 泰公 對 我最近看的是去年大陸很紅的 叫錦秀未央 錦秀未央也是 也是最後有一個死去 可是我覺得她那個故事非常長 她的橋段結局編得很好 就是故事很複雜 女生吞了一個毒藥 男生也吞了毒藥 可是解藥只有一顆 那解藥只有一顆的時候 然後男二愛著女醫 所以男二是想要把這解藥給女醫 解他的毒這樣 可是男一要來救女醫 他就跟男二有一個類似交易說 交換 對 我們到另外一個地方拿解藥 然後跟男二講說 你跟女醫講 我已經吃了我的解藥了 那你現在把這一顆拿去給女醫 因為女醫不知道只有一顆 所以男一跟男二一起出來的時候 告訴女醫說 我已經吃了解藥 那現在你趕快吃 男二是壞人會死掉 那麼我們兩個就可以在一起 所以女醫就很高興趕快 吞了解藥啊 因為她跟男醫在一起 可是沒想到其實男醫 她沒有那個解藥 所以他們兩個在一起成婚之後 男醫的那個毒性慢慢的 就一直發發發 所以他們是又只在一起五年 去樂 有沒有去樂界 對 不是那種毒藥 你看 我覺得這個結局很美 因為他們有結合 也生了一個孩子 有相處了五年 那我會垂直傳染 難以慢慢的死 無體垂直傳染 這也是一個 其中一方走了 可是是緩和的走的一個結局 所以 接著是還好 是還好 可是還是好虐心 對 有死掉的 有死掉的 好 第四個是 藉著朋友名義愛對方 這種現實生活還會有 大人哥這種嗎 我覺得這比較 大家會碰到的狀態 因為之前有一個也是很紅 就是 他是藉由朋友跟同事的身分 然後愛上了這個店長 可是他一直不敢講 因為這個店長是高富帥 然後他就是出生在平民 就是很窮的一個家庭裡面 所以他都不敢講 他就想要用他的同事身分 以及朋友身分 一直愛著這個男生 但他沒有想到最後這個男生 就其實也已經 因為朝夕相處喜歡上他 余齡哥你有嗎 這種 他應該也覺得還好 對 因為借著朋友這種 算是超級大老梗了 很多就是我是這個 我是造型師對不對 你是明星 他那種劇情 後來我看那部戲 反正他們是同性的 所以一開始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這樣子很自然 很正常 然後知道有一天在換衣服的時候 突然這個男生呢 開始那個 也進去那個園藝線 也進去 因為男生幫男生換衣服也沒什麼 換 對 也沒什麼不OK 你幹嘛 有什麼啦 對 我說男生幫男生換衣服 也沒什麼OK 但是就是 必須講 他們本來各自也都有女朋友 而是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漸漸的發現說 其實喜歡女生並不是他們真正 他們可能是礙於這個社會壓力 家庭的壓力 所以必須要去做那個樣子 可是呢 當他們一起在演藝工作 做當合作的時候 他會發現說他們真心是在 喜歡彼此的 真愛是沒有性別的差 對 所以呢 就是在那個更衣室呢 那一摸 那一刻吧還是什麼 那個撫摸 當時怎麼撫摸呢 我示範給大家看好了 可以換腳嗎 找到來 但是我必須講那個 那個導演或者是演員 表現得非常卓越 因為你要在那個 不到30秒的時間 你要讓觀眾 因為很多戲劇的東西 講破了就沒意義了 就是你要看那個 演員的肢體的那個表情 你感受到他們那種 刺激的愛 來 來 表現一下 好刺激喔 因為我不是演戲底的 你跟黑人示範看看 假設你們兩個有刺激的愛 黑人才剛去上海 被電影出來 要怎麼表現 要怎麼表現 要給黑人一個表現 好不好 舒芳 你知道 我以前也演過戲 你知道蘋果咬一口嗎 他的代表作蘋果咬一口 不是 我入圍過最佳男朋友 中貞二村 中貞二村 對不對 舒芳 來 你講那劇情怎麼樣 就是 一摸 關鍵一摸 本來各自有女友 可是在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其實他們並不是 喜歡的是女生 而他們生愛的是彼此 所以就在第一次 他們 身體接觸 嘴巴沒有辦法說出來 僅透過身體接觸 互相去感觸到對方刺激的愛 可是網絡上已經盛傳我是 喜歡男生 就一不做二不休啊 對 細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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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可以嗎 不是 Action CAMELA 音樂 什麼音樂 浪漫一點 浪漫 所以我要假裝換衣服是不是 我是造型師嗎 對 你是造型師 好 假裝是穿衣服對不對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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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件剪裁怎麼樣 我覺得你 你是不是瘦了 這個釦子 我覺得 可是等一會兒你上鏡頭 要扣子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可以吧 可以吧 快拍下金了 我想說 在這個地方 好棒喔 好... 你們真的很會演耶 可以喔... 謝謝 沒有那麼快 太快了是不是 太快了 對不起 你要這種... 這太快的話你要慢慢 好 慢慢 你要慢慢 我怕他表情要插著 從這邊接 從這邊接是不是 好 因為你一般是我要主動 OK...好 還講主動背叛 就快要殺青 所以我... 我有些事情一直沒跟你說 妳穿這衣服真的很好看耶 真的嗎 妳不要笑 我... 好好吃... 我好喜歡... 有啦... 有啦... 那個舉手同時 那個感覺很強烈的有沒有 對 其實很厲害 慢一點 太急了 剛剛 太急 這種不能急 那是這種故事 像那個什麼 鑽背山有沒有 對 其實那個結局 都給人家留下一點 那個奇創的美感 好 第五種是什麼呢 主角從另一個時空來 很多啊 最近 來自欣欣的你 鬼怪 來自欣欣 對... 這個是超紅的吧 最近韓國都在流行這一齣 這一種的 你知道那個 那個W世界也是 對... W世界也是 可是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 在穿越 從現代穿越到古代 然後它原本是在現代溺了水 然後是在古代 又在那個 黃竹的泳池裡面 醒過來的那一部 然後後來呢 其實這個題材以前 那個老夫子就有了 跟他以前 還有大番薯 有...他們穿進到古代 對... 然後呢 大番薯 終於... 還問你 那老夫子怎麼從來不換衣服啊 他有好幾套 沒有... 我也問過那個作者 他說他真的... 因為他有20套這種衣服 因為他就懶得喚醒 懶得要在那邊挑衣服 你把人家整個情緒都... 老夫子去了哪裡 哪一槽 他就在老夫子的那個 游泳池起來了 他就在黃竹的泳池裡面起來了 然後後來他就跟那個 終於跟一個黃子談了戀愛 然後要可以在一起 也可以變成皇后的時候 他們就因為一個小誤會 這女生就遠走高飛了 這男生就愛不到這個女生了 最後這個女生死了的時候 也沒有跟這個男主角見到面 他是在另外一個時空醒來的 然後他就對著那個 皇帝的那個照片 然後一直哭...說 我應該留下來陪你了 為什麼他們沒有在一起說 那為什麼什麼劇情被你一講 都變得好像很難看 因為你...我就跟你說 超沒共鳴啊 老師 你有看過這部嗎 可是我看的是陸本 你看的是韓國的劇情 我猜應該很好看 這都被你形容 我猜 被你形容的好像很難看 你講的那個噴水也很難看 我們之前這故事是經典 是嗎 你覺得好看嗎 就吳其龍跟劉詩失戀的那個 我知道那部很紅 可是他講出來以後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被他講的 他是在我心目中的 Top10之一 可是你一講 我不會想再看他 摧毀了 沒有 他是屬於 比較淒美的愛情故事 對 可是你講的有點就是卡通話 我沒有 他最後看著他的那個皇帝的畫像 說對不起 我應該留下來陪你 你知道那時候怎麼哭 那一包衛生紙都不夠用 我老闆之前拍了一個劇 然後就是在那個大陸 B2 對 有在播 然後他的劇 我們剛開始看到劇本人覺得 天啊 這太荒謬了 因為前面兩集就已經打破 你知道他就是女主角 是從電玩世界來到現代的主角 然後他們這兩個人從電玩世界 不知道為了什麼 可能是 B2的這種就是A片看太久 可能 所以他有一些幻想 還有遙控街 暫停的 可能有病毒入侵電腦 還什麼之類 反正那兩個女主角 就從電玩世界裡面 然後就調到那個現實社會來 然後他們就是有任務 必須要回到那個電玩世界裡面 然後男主角是柯友倫 然後柯友倫 就是在現實社會中 然後突然碰到這兩個女主角 然後笨笨傻傻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幫他們解決任務 最後最終的目的是 要把這兩個人 再送回遊戲世界裡面 對 這個編劇也是離奇 對 好 第六個是 主角失憶不認得愛 也是老哏 失憶這是在韓劇的老哏 對 這很容易哭的 來...小潔再來回一齣劇 好強喔 這個第一兩集就會哭了 一兩集 好 妳要試試看 都會被那個 好 你們這樣講 好 慢慢講 慢慢講 我跟妳說 要不然妳講一齣歌仔戲的劇情 說就比較好 沒有 這齣劇 這齣劇 它是本來一個青梅竹馬 像他們那樣青梅竹馬的 那個男女主角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非常多的 陰陽挫合 一直沒有遇到彼此 終於遇到之後 他們兩個要失分了 失分的時候 被這個現任的男友發現 這男朋友就把那女朋友 載出去 就想要跟他講清楚 講明白 不讓他被這個 他真正愛的這個人帶走 結果在跑出去的路上 他們就出了車禍 然後他出了車禍之後 這男主角就下半身癱瘓 女主角就失憶了 這男的就藉由這個女主角失憶 讓他說 我才是妳真正愛的人 我才是妳的老公 然後女主角肚子裡面 懷的其實是青梅竹馬的小孩 他也說這個小孩是我的 他騙了他十幾年 不讓他就是不讓他知道 可是後來就是還是 讓這個女主角遇到這個青梅竹馬 他們兩個要在一起 這個男生就騙他的這個男生 一直阻擋他們 一直阻擋他們 我講因為這裡我有看過 我有看 朱正謀演的 然後正是朱正謀是大明星大帥哥 女主角是一個比較平凡的 匿名的小作家 然後因為男主角無法忘情 他當時愛的這個女孩子 可是女主角被一個 心狠惡的男二 他先生霸佔了他 所以這就是一個相戀的 相認的過程 那麼女主角默默的 替男主角要寫一些故事 所以男主角知道 這個女主角是他愛的 可是女主角失憶了 然後最後他們就是 那個什麼回憶 那叫什麼 失憶Over之後 他們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 但又一直經過被拆散的過程 就這麼一出16集的韓劇 可是有時候還是要畫面 輔助會比較好 對 因為像我看過一出是 他們是一對非常非常甜蜜恩愛 然後新婚的夫妻 然後可是在一次車禍中 他老婆的那個記憶 為什麼戲劇人那麼容易 遇到車禍 他們就愛被車撞 然後你們有聽過韓劇三寶嗎 玉琳哥 哪三寶 叫做什麼 失憶車禍治不好 對 你們有車禍嗎 在這一齣戲裡面 沒有 我們比較沒有這種 衝動的 因為他們是比較歡樂的 這種家庭劇吧 沒有 就是很生活寫實的 生活 我喜歡看那種 比較沒有那種 就是那種很大的那種 那有男女主角撞到 然後又倒在地上 然後男生就親到女生 完全沒有 沒有這種 千萬不要有這種 沒有沒有 抱歉 可以繼續是不是 好 然後出了車禍以後 他老婆的這個記憶 就回到他上一段感情 所以他醒來之後 他老公在旁邊顧他 他老婆一看他老公就說 你是誰 然後你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他的印象 記憶裡面是 我的男朋友是之前那一人 所以他醒來之後 就是一直回去連之前的男朋友 然後他老公就是 拚了命的陪著他 然後還要目睹他 跟人家很親密 然後就是為了要找回他的記憶 希望可以再繼續在一起 那這個老婆也知道我失憶了 我必須要找回記憶 但是我覺得 你們給我太多的壓力 我想要放棄 然後最後男生也覺得 算了 我換不回 他們就分開 可是在某一次 下大學的咖啡廳轉角 電視劇失憶 哏兜這樣演 林雨昕現場來示範 然後醒來之後男生說 你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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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麼好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你是誰 然後還要拿 還要拿棉被抓自己 你只剩下班 你不要把他趕快趕快 你拿了 你是誰 這是誰 那種羞愧感要演出來 對... 除了認不得人以外 還要認不得的環境 這是誰 我是誰 然後就衝出去 所以我男生也覺得 算了 我換不回 他們就分開 可是在某一次 下大學的咖啡廳轉角 他們就又相遇了 然後相遇了以後 他們就決定說 好 如果沒有辦法 找回記憶的話 我們就重新開始 把他追回來那種 對 雨昕呢 我其實也是有演過 妳也有演過失憶 對 失憶 我那時候拿到劇本的時候 也是覺得什麼 這也太老哏了吧 要演失憶 認不得愛人 所以山田之味 不是妳的第一部戲 不是... 前面就有演 之前有跟小樂一起演的 小樂 對 小樂那一部 也是演了剛才的老哏 就是男生 女生跌倒 然後就不想親到他 那個失憶的人 為什麼永遠都 表情都一樣 這是哪裡 我還會在這裡 沒有... 要激動很多... 那怎麼演 對 原本是在 通常一定要睡覺 前面就是男生跟女生都很開心 決定要再起來 我們終於在一起了 然後那天晚上回家的時候 男生送女生回家 然後女生在家 就發生火災 發生火災之後 東西砸下來砸到女生的頭 然後男生就砸在火場裡面 救了把它救出來之後 然後女生就... 然後就昏倒了 然後醒來之後 迷迷糊糊的 然後主觀視覺 男生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醒來之後 男生就... 你砸了... 你砸了... 你這樣這麼好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你... 你是砸人 然後還要拿 還要來棉被抓自己 你這隻腳蜂 你不要把他躺躺躺過 你買啊 你是砸人嗎 這是哪裡 你都很悔要演出來 對... 然後一開始演 然後導演說不行... 你這樣還不夠驚訝 你這樣好像還是跟... 導演叫你要更驚訝 對... 然後所以就要非常的誇張 然後還要保... 看一下自己衣服有沒有穿好這樣 然後除了認不得人以外 還要認不得的環境 這是哪裡 然後我一... 我是砸人 然後就衝出去 好完整喔 詩翼... 詩翼能會這樣 很有畫面 對 然後詩翼這一趴以外 就是之後還得要再回來 從詩翼回復嘛對不對 recover你的那個記憶 對... 然後兩個人又在一起 那一趴也是要一樣 就是要天旋地轉 然後你看到一個畫面 就覺得... 這是... 這是... 然後就... 天旋地轉之後就... 我去你啊 你是我耶 這樣走到兩個人就發生 對台語句喔 台語句 台語講那麼好耶 其實我不會講台語 是練的 對 對... 好 來 高富帥遇上平凡女生 這個之前不是有一部超紅的 就是他們在貴族學校裡面上課 然後男生就又高又帥又有錢 然後女生他們家要來上 他要進這個學校 是因為他們費了超多苦 像媽媽還一個人兼幾份工 然後為了籌錢 讓她去上這個貴族學校 但說不是貴族學校裡面 就是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會怕那些窮小孩來莊廓 來讀書什麼的 對 然後結果那個窮女孩 就在學校被欺負 然後帶男主角去愛上她 然後就保護著她 對... 流行花園 流行花園 對... 不是... 流行花園也算了 流行花園也算了 然後那個什麼 黎敏浩哥的普通 對... 然後那個什麼王子變青蛙 對 這種戲非常的重要 真的有 隨便講一下 對 流行花園應該是十組 最早的 對 比十組 對不對 還有在裡面有四個 等於是最帥的四公子 對 而且韓劇還翻拍我們的流行花園 錄劇也有 那不是什麼還翻拍我們 因為那是來自日本的漫畫 對... 憲林哥 這種題材 老實講我是 這麼多年來 因為幾乎每步好將去 都帶一點這種元素在裡面 對 我老婆看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我是都嗤之以鼻 拜託 你最瞧不起這種公子哥 因為那個形象都已經 完美到不自然了 高富帥還搭配好的品性 然後通常也很孝順 然後坐在辦公室裡面 還很勤奮的在工作 而且還很專情 對 一般都是矛盾的 就是說這些元素很難 會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我們大致看到勤奮工作 孝順父母的 大概可能就禿頭 然後西方褲穿到這裡 我覺得太高了 玻璃絲襪 對 玻璃絲襪 拿了義大利的皮鞋 後來靜開來照射 難充的 是 大利 就那種 那可能開一台什麼 Benz S400 反正大概就是這種 不會有戲劇中的那種 那麼美好的 完美的一個元素 會放在一起 好 那這就講對了 戲劇的原理不外乎 就是因為你日常生活中 得不到 對 你感受不到 所以當我把這些 不可能的元素都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才願意去看 當然 我如果 我如果演那種 平常生活就有了 那誰要花錢去買票 那誰要打開電視去看 對啊 所以後來想想之後也OK 只要大家從 陶醉在這個劇情當中 得到幸福溫暖 那也是OK的 你知道從電視電影之前 是小說文字對不對 小說Novel那個字 那個英文字 它本來的意思就是 驚喜 是嗎 它就是驚訝驚奇的意思 所以它是名詞嗎 還是它是動詞 它是名詞 所以不能說 I'm going to novel you 對 所以它Novity 表示很多的驚訝 所以故事 如果跟你日常生活一樣 它就不會一直小說啦 因為他們每次喜歡 那個安排的開場就是 一定是一台名車有沒有 開罐 然後帶一個科技總部 上我門口下來 然後那個也要先跨出來 對...門一推開 然後從腳拍上來 整個是高度在音樂 然後每次看到劇情 我想說會不會是我孤陋寡聞 其實你日常生活中很多這種 但有一次我在我們內部 我會覺得你去 我在那邊站了兩天 我就看不到一個這種人 妳在地下室進去車庫 而且這種高富帥男主 通常都有小時候的 兒時什麼創傷 要把後媽 媽媽遺棄 之類的 對... 然後讓這個平凡女生 能夠給他安撫 給他安慰 安慰 像這種衝突 對啊 你沒有演過高富帥嗎 對 我真的沒演過 那他跟你弟弟在一起 你是應該是很驚訝的啊 你有喜歡他嗎 其實應該有一點嗎 沒有... 就是很好朋友 你跟他沒有感情的對手戲 鐵琴成這樣也是有點 我本人在這兒 鐵琴成這樣也是有點 鐵琴成這樣也是有點 鐵琴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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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其實這句話也害死很多人 因為這句話講實在太到位了 很到位 很到位 所以以至於說很多 這種感情紛爭的時候 我方面不得不說真實是這樣 就把這句話拿來當名言這樣子 小三慶門大戶最極端就是 小三跟先生聯合起來毒殺原配 這種是故事走到最極端 這個我之前在玫瑰童寧眼 看到很多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死去 那這蜘蛛王我也看過兩個 聊到這裡其實看著 除了我們鳳梨們消磨時光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好處對不對 對 上邊族代表來聊聊 Mina 說說 因為像我覺得就是 其實事實的追劇 不但可以增加 就是跟同事之間 就是可以增加話題 然後甚至你可以學習 就是劇中的一些人 就是跟人相處互動的道理 而且就是如果說像一些 就是很不懂的時尚穿搭的人 你也可以從這些劇中 去學習一些就是時尚穿搭 然後增加自己的時尚品味 就是他們現在 尤其在做服裝上面 其實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icon 對 你後來看那個孔流 她都穿在那裡 她的服裝 所有大牌子都要爭相跟她 對 然後導致她後面 你知道她演完這部戲 一個月拍50支廣告 50支 50支 這是接不完的那種 對啊 她只要拍廣告 因為她的那個 時尚品味已經在戲劇裡面 你可以把這個引導出來 而且這些都是商機 對 這個拍戲劇到最後 其實後面是商機 對 對 其實看劇某方面 也可以深入這個地區 或這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一些特質 有沒有發現現在韓劇 大部分是婆媽 倫理 家庭劇很多 然後日劇以職場上的表現 競爭為多 對不對 我們台劇的話 我覺得小清新 對 小品或者是藝文的這種 清新 小品比較多 台劇就是輪迴 輪迴 鬼的 鬼的 靈魂的這種很多 其實都滿有一些特色的 再讓你們最後跟大家推薦一下 好不好 舒昂 你先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 很生活化的家庭劇 然後不完全是偶像劇 然後主要是在講一家五口 姐姐我 然後弟弟的一個 在工作上也有問題 感情上 然後家庭有很多發生的事情 然後其實我們拍的都沒有 就那種三策心的梗 去吸引好像大家的目光 這也是TVBS的堅持 對 然後但是其實真的滿有感覺 導演是甜蜜蜜的導演徐照人 然後再加上十六個夏天編劇 所以其實劇本真的滿有感覺 好棒喔 它的精緻可奇 語希呢 因為導演跟編劇 都是非常的在行 在這個生活感上面的營造 所以我們演這一整部戲 很寫實 也很自然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還有一整個運鏡的手法 我覺得都很耳目一新 所以也就很希望 大家可以給我們機會 然後來欣賞我們的戲 非常謝謝 今天來賓的分享 謝謝 謝謝